癌症仍然是我们人类健康的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我们过去的视频专门介绍过怎么样通过食物来防治癌症 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他们当中的一个就是僵黄 很多动物和实验室的研究发现 僵黄它有助于减少癌细胞的扩散 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增加机体抗癌的作用 僵黄到底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 这些研究对我们人类的健康有多大意义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僵黄大家看到我们主要是指的僵黄根 以及它磨成的僵黄粉 它实际上是一种调料 但是它里面真正起作用的是僵黄素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把僵黄和僵黄素这么交叉的使用 实际上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是僵黄素 很多动物研究和实验室的研究用的都是僵黄素 为什么僵黄素很重要呢 就是因为僵黄粉里面含有的僵黄素的含量不多 那么我们身体对僵黄素的吸收又很有限 所以我们常常就用僵黄剔取的僵黄素做一个补充剂 怎么样增加僵黄素的吸收呢 可以配一些黑胡椒 这样的话它的吸收就会提高很多 我们在过去的视频中介绍过僵黄素的各种各样的功效 今天我们主要是介绍一下它在抗癌方面的作用 癌细胞跟我们正常细胞不一样 正常细胞的生长它是需要充足的养分和葡萄糖 它才能够生长 但是癌细胞它有自己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机制 它在递养的情况下就能够快速的繁殖 所以它有一个自己获得能量的渠道 癌细胞在快速生长的时候 它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 那么现在研究发现 这个僵黄素就有可能阻断癌细胞产生能量的酶 这样的话把这个酶给它抑制了 这个癌细胞所需要的能量 ITP就会减少 癌细胞没有能量了 它当然就没有办法去扩散和生长 另外要想提供血液供应 就要产生很多新的血管 这个新的血管的产生 就维持了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 但是研究发现这个僵黄素可以减少这种小血管的生成 换句话说也就阻断了对癌细胞的血液供应 所以人们做的研究里面的这个癌细胞的菌株 包括乳腺癌 结肠癌 胰腺癌 前列腺癌等等 看来这个僵黄素在抗癌方面还是很有前景的 那么是不是对人类会产生同样的作用呢 从原理上讲它可能会有类似的作用 但是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支持它 在我们的食物当中 增加僵黄素可能是必要的 因为它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 那么现在呢 再加上抗癌 降血汤 提高我们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就像僵黄和僵黄素呢 应该成为我们健康食谱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 对我们关心健康长寿 防癌防病的朋友来讲呢 僵黄素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 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 也在留言区提出来 我们深入探讨 端倪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